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昨天澳洲指数是原地踏步 跌幅有0.03% 但是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中国方面也是A股幅度回调比较小 上证指数是下跌0.05% 深圳方面下跌0.5%左右 欧洲方面跟中国和澳洲的走势是刚好相反 之前是亚洲盘上涨 欧洲盘下跌 那么在昨天是亚洲盘下跌 欧洲盘却出现了上涨 但是幅度也不大 整体是控制在0.2%以内 那美国方面也是继续受到了美股 美国受到了美联储要加息的影响 美国股市呢 再一次出现了下跌 但是跌幅依然是比较小 昨天下跌大约是0.3%左右 这样一来的话呢 道琼斯指数在过去的三天 也就是从本周周一到昨天为止呢 均是出现了小幅的下跌 在其他方面呢 黄金价格也是受到了美元要加息的影响 继续再次下跌 昨天下跌10美元左右 石油价格呢 跌幅进一步扩大 达到了5.4% 因为呢 在美元要升值的预期 以及呢 这个美国石油库存数据在创新高 两个打击之下 那么今天呢 这个热门话题呢 我们跟大家着重来说一下的呢 就是现在我们所知道的 这个美元是加息在极 那人民币呢 到底是不是有力能够跟上 我们知道呢 在被当成路人甲几个月之后啊 美联储主席 美联储呢 再一次依靠它 众多员工的卖力较唱 吸引了很多路人的目光 那从过去二月份 当时市场对于三月份加息预期仅仅只有30% 到昨天 美国的小飞龙数据之后 市场预计呢 美联储加息达到了100% 这变化之大 差不多就可以跟这个中国梦 梦想秀里面选手的这个表演相齐聘 那为什么说美联储呢 这么卖力的去不断的轮番出来说话呢 其实我们知道呢 这美联储的职能啊 它除了为了服务美国经济制定货币政策之外 另一点 一个关键性的职能就是稳定市场 以及呢 需要呢 实际上市场的预期和美联储的决定 或者说呢 新的政策相匹配 换句话说呢 就是尽量不要出意外 不要让大家觉得吓一跳 或者呢 由于美联储的突然决定 使得市场出现一些黑天鹅的事件 所以当二月份的时候呢 大家特别是市场里面 普遍觉得三月份是不可能加息的时候 这个时候美联储就比较急了 因为呢 如果大家都觉得不加息 那么他们三月份不得已要加息 这样就会容易造成市场预期和实际出现重大误差 那么这么一来的话呢 所有的产品价格就会在加息的当天 出现重大的上涨或者下跌 很容易呢 就会再一次出现黑天鹅事件 引发呢 一系列的这个恐慌 所以说呢 美联储呢 为了让大家知道他们的决定 虽然他不能说 直接明说 我们三月份肯定要加息了 你们大家要注意 但其实他轮番的派人出来说话 增加市场的预期 营造一个就要加息的氛围 其实这已经非常能够说明问题 所以说 我们不得不要赞赏一下的是呢 在处理这些重大决策的时候呢 国外 特别是像美国联储 特别是像这个欧洲央行 在每一次重大决策之前 都会反复给市场呢 打这个预防针 那么与之相比的话呢 东方国家 不论是日本也好 中国也好 每一次变化的时候呢 日本还稍微好一点 至少前面还给个预警 比如说日元说 我上了110以后 我们就会干预 这也是非常明确 但有的时候中国央行的时候呢 就不给任何的预防针 突然一下 而且特别喜欢在周末的时候呢 来一个最新的政策 这样来说的话呢 给人一种措手不及的感觉 所以说呢 作为投资者 作为市场的参与者呢 我们也希望政策制定者呢 能多和投资者进行一些沟通 尽量呢 能够避免未来呢 出现这些判断的失误 以及呢 黑天鹅事件 那么美元如果在下周第一次加息 很有可能今年呢 就会加至少两次 多的话可能是三次到四次 那么这么连续的加息 毫无疑问就会推升美元的价值 那么由美元上涨所带来的影响 毫无疑问呢 就对于非美货币是直接的影响 那接下来一部分呢 我们就着重来说一下这个人民币 那么有的朋友要问 这人民币属不属于非美货币呢 这么明显的问题 大家可能都会觉得 人民币肯定就不是美元 它当然是属于非美货币 而实际上来说的话呢 人民币和美元的关系 你可以把它叫成非美货币 也可以把它叫成部分的美元 此话怎讲呢 我们知道人民币的定价 它是来自于一揽子货币 之前是只有美元一个 但是现在呢 到目前为止 美元依然是占据了人民币定价里面60%以上的份额 换句话说呢 假设理论上 注意啊 我强调的是理论上 美元如果上涨100个点 人民币理应应该跟随至少是60个点 但是呢 有两个因素将会决定人民币的定价 除了美元之外 另外呢 还有日元 英镑和欧元 也是在人民币的定价范围之内 因此 如果美元上涨100个点 但是其他这几个货币呢 却出现下跌 那么它们的下跌也会抵消一部分美元的上涨 那么另一个因素呢 就是出于中国自己利益的考虑 我们知道美元今年很有可能会连续加息 从3月份第一次加到12月份可能是三次 甚至于多的时候可能会有四次 那如果人民币真的跟美元一样保持挂钩 也是美元涨一次 人民币涨一次 一直保持在6块8这个阶段 那么虽然跟美元的比例能够维持住 但是人民币对于其他货币来说 特别是对于日元 欧元和英镑来说 则会处于一个非常不利的地位 为什么叫做不利呢 由于国际贸易上我们都知道 一个国家的商品货币如果贬值的话 或者价值低的话 是有利于它出口 所以人民币在现在中国国内经济 进一步放缓的情况下 如果对于非美货币进一步升值 那么对于出口行业来说 将会是一个重大的打击 因此从自身的利益上考虑 人民币肯定不可能和美元一直这么升下去 我们打一个简单的比喻 美元就像是现在的短跑冠军 从今年开始正式开始发力向前冲 中国死活绑在上面的话 跑是跑不过的 这个时候又不能原地踏步 因为中国官方已经宣布 人民币和美元是一个绑定式的政策 所以现在就呈现一个 美元是向前跑 但是人民币是向前走 这么一个局面 换句话说 从表面上来看 美元和人民币的汇率将会进一步拉大 现在是6.8 6.9 以后很有可能会突破7到7.1 甚至于7.2 7.3 但是如果我们看一下中国和其他货币 非美货币的走势 由于中国并不是原地在踏步 而是实际也在向前走 因此如果从长久来看 中国对日币 中国人民币对欧元 人民币对英镑 很有可能将会在6到12个月之内 也是保持轻微的上涨 换句话说 如果我们只是盯着美元 那毫无疑问 人民币今年依然将会贬值 从汇率上来看 但是如果我们从宏观的角度来看 人民币今年 我觉得可能会随着美元 会有小部分的升值 但是绝不可能像美元这样 涨得那么快 那么以上都是我们一些个人的猜测 我们不知道顶层的决策者 真正的底牌会是如何 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这一种策略 也许是目前符合 绝大部分投资者所预期的 所以我们最终也是希望 人民币 如果我们知道 它如果是贬值得太快 毫无疑问 国内的压力会更加大 资金外逃的压力会更加大 那它如果贬值不快的话 或者说是跟着美元跟得近一点 那么消耗外汇储备 速度将会非常快 毕竟我们知道 现在美国的经济政策 是在加息 或者说是把货币回笼 但是中国目前在国内 依然是一个放水的政策 是经济刺激的政策 换句话说 人民币的发行量 在不断增加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还要保持货币的升值 那么你说怎么办 只能大量的卖出美金 卖入人民币 那么这样的做法 势必将会快速的消耗 中国的外汇储备 那么刚才说的 都是一些最近的热点话题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今天要说的一个产品 今天还是说一下是澳币 我们知道澳元 在过去一两个月的走势 非常之坚挺 由于大宗商品价格 在过去一直保持强势 但是现在随着美国加息的日期 日益临近 我们看到澳元也终于是坚持不住 在过去几乎是2017年 从2017年几乎全部是在上涨 涨到目前为止 在过去几天 正式的跌破了一个 这个两小时的通道线 我们看到在两周之前 我们说过第一次打破 但随后有过一次小小的回升 但是在昨天再一次刷新了新低 这样一来的话 澳元也就确认了 目前一个回调的走势 换句话说 就是一个下跌的走势 只是这次的下跌 还目前来看是一个短期行为 从技术上来看 现在的下跌 下面第一条支撑线 将会在0.7460附近 也就是说 从现在的0.752751 到下面至少还有四五十个点的空间 那如果连746 这个价格都被打破的话 澳元将很有可能继续往下 很多 我也不知道多少 所以从现在到下周三 美国正式加息 或者说正式有可能加息之前 澳元目前的弱势局面 将不会发生太大的改变 所以真正如果我们对于澳元 想抄底的话 也至少要等到下周三 美国决定了这个利率之后 再来考虑 那感谢您收看 今天GoldMarkets 每日财经点评 我们明天再见